太郎也就是日本人 則是忙著要來愛的連線 這樣要全力來防堵中國的 這邊的突圍而出 這邊指的就是看到新聞 日本的首相安倍晉三 到了澳洲去 兩個國家彼此之間 又簽了防衛協定 我們來看新聞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和澳洲主席艾伯特 一同簽署日澳自由貿易協定 未來日本銷往澳洲的電子產品 家電及汽車關稅將大幅調降 澳洲出口到日本的牛肉 乳製品和酒類 也可想關稅優惠 雙方還簽署防衛裝備協議 未來澳洲將向日本購買 蒼蠅機前艦 這將是日本首次 對外輸出尖端的五級工業 未來日本還可能和澳洲 達成軍事同盟 所以這樣的日本到處交朋友 就沿著這樣子 東亞的一條線下來 先前到了菲律賓 現在又簽到了澳洲 所以這樣子簽下去 中國不是一定又氣炸了嗎 對 中國都在看 一定都看得到 都在看 那看這個澳洲跟日本 到底在玩什麼 玩什麼呢 那麼因為安倍晉三才剛剛通過 他們的內閣會議 才剛剛通過 這個解禁集體自衛權 那麼內部的紛擾還沒有解決 可是問題在第一時間 澳大利亞 怎麼了 就跟日本就簽了 日澳共同防禦條約 就是日澳安保條約 那麼這樣的情形 等於是日本剛剛解禁 澳大利亞馬上歡迎 澳大利亞不但歡迎 馬上做動作 所以所有的戰略學家都在研究 就是說你澳大利亞做這樣一個 戰略社局的目的 到底在哪裡 到底目的是什麼呢 他們真的也這麼討厭中國 這麼怕中國就對了 也沒有啊 因為澳大利亞才在今年 四月的時候 現在才七月嘛 四月的時候澳大利亞的總理 新的總理 馬上跑去北京 那麼跟習近平 李克強他們見面 也簽了很多的合作的協定 也簽了很多的買賣 然後才剛剛做完了以後 怎麼突然間 你說四月才跟中國 今年四月份 那這樣子不是太兩面的 一種感覺了嗎 你講對了 怎麼啦 也就是說的確就是 兩面的一種感覺 那也就是說 澳洲其實跟中國的貿易額 遠遠大於跟日本的貿易額 那這樣子應該要跟中國 比較好才對啊 對 但是因為澳大利亞本身 它是一個國防上 它土地很大 可是人很少 所以它在安全上 是沒有足夠的安全感 因為它的武裝力量 不足以保衛自己 澳大利亞又沒有高科技的 先進的國防工業 澳大利亞你看 它比較多是農產品 礦業產品 那麼它本身的科學 也不怎麼發達 一般啦 也就是說它國家大 人口少 它算是中型 中型的國家中 偏低的一個國家 好 這樣的一個國家 它看到中國大陸的船艦 目前在南海走來走去 進進出出 所以它內心的壓力越來越大 連它那麼多都會有壓力啊 它有壓力的情況下 它想要拉攏日本的目的 其實不在日本 那是什麼 而是在美國 為什麼 因為它發現 美國的所謂的亞太戰略 重返亞太戰略就嘴巴說 對 那麼行動並不徹底 沒錯啊 我們你剛剛也才講了 它現在想徹底 它哪裡都徹不了底啊 因為它錢不夠 而且目前的經濟狀況 也不理想 那麼國內的輿論的壓力 也不允許 那這樣還要找美國下水 可是他們認為說 如果能夠把美國拉下來 也就是說你總不能 你如果有一天你美國 你拋棄了日本這個同盟國 那你有可能 你總不能兩個同盟國都拋棄 連澳洲也不要 那你什麼都沒有了嘛 好 所以把它拉在一起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那麼看重這個呢 因為啊 日澳簽了這個安保條約 假設日本的在東海有事 那你澳大利亞要不要來支援 哦 所以簽下去之後就要來支援啊 對啦 那你澳大利亞來支援的話 那如果澳大利亞跟中國大陸 產生衝突的話 那你美國 日本也要或美國也要來支援 美國是不是就被撿進來了 好 那所以有人就盤算說 哦 你原來你澳大利亞 這樣設計的目的在地 還有一個目的 還有什麼目的 就是頭袋裡面再多鑽一點 就是到處都要撈就對了 因為日本也答應把它的高激素 特別是蒼龍潛艦的激素 移轉給澳大利亞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允許澳洲的牛肉 還有澳洲的乳酪製品 可以進入日本 而且從明年開始 它的關稅現在是38.4嘛 38點多 然後18年內要降到一半 還有就是葡萄酒 7年內歸零 哎呦 關稅都零 哎呦 這麼划算啊 然後澳大利亞本身沒有汽車工業 對不對 也沒有家電工業 沒關係 日本有嘛 對 日本有嘛 他說來 我關稅把你降到零 又是零啊 這樣對日本也有好處啊 所以對日本也有賺 對澳大利亞也有賺 好 那中國怎麼辦 你不是說4月才簽了嗎 這樣子不是又被打臉了嗎 那中國看在眼內的話 澳大利亞當然另外一手又出來了 還有另外一手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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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外交部長馬上就說 哎呦 我們這樣做的目的 不是為了針對中國 不是為了遏制中國 那不然是針對誰啊 對啊 對啊 你講對 因為中國也沒那麼好騙 可是我們都已經注意到了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也反映了 他說好 你做任何事 不要針對第三國啊 我看在眼內啊 好 那從這樣的一個角度 我們估計啦 你看今年11月 APEC不是要開始的嗎 所以中國大陸很有可能會降低 跟澳大利亞之間的 給他一點排頭吃就對了 可能位置排的話 會排後面一點 而且可能在接待方的時候 會冷一點 另外的話以後的合作關係 可能會再往下降一點 那這樣的話 如果澳洲又承受壓力了以後呢 他可能外交又會轉向